再来关注亚冠赛场 在H组首轮争夺中 上海上岗昨晚在主场迎战 日本联赛的冠军穿起前锋 双方敖战至最后时刻 上岗队凭借 霍尔克第89分钟发进的点球 一球小胜对手 取得了亚冠联赛的开门红 而在另外一场 季组的比赛中 北京中鹤国安出师不利 客场1比3不敌韩国联赛冠军 全北现代